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系统故障 黑核病毒以及天灾以及相应人为的运维事故会导致数据中心出现问题 以至于会导致数据丢失的问题 这样的这个问题对于整个公司来讲所带来的损失 不仅仅是当前的这个业务上面的损失 同时也会带来数据丢失的损失 这种数据的丢失会导致公司在之后的这个运营以及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问题 通过Gartner Group的这个数据也这个说明 在经历大型灾难而导致系统运停运的公司中 有五分之二再也没有恢复运营 剩下的公司也有三分之一在两年之内的破产 所以这个荣灾对于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事情 同时因为现在这个云服务的这个增加 云上的这种荣灾也变得越来越必要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一下关于在公共云荣灾方面 阿里云所提供的相应的方案 首先我们看一下通用的架构 对于中小企而言这个业务量并不是很大 就可以采取像当前这个方案 在同一地域下购买云产品 我们建议是在VPC网络的环境中 选择同一可用区 或者是同地域不同可用区的云产品 在ECS的购买中 我们建议这个ECS服务器至少购买两台 避免单点故障 在这个前端购买SRB负载均衡 这样的话 当后端的ECS资源使用紧张的时候 可以直接进行横向扩展 对业务没有影响 在这个数据库方面 数据库业务尽量不要和应用服务器 部署在同一台ECS上 为了防止这个不同服务之间的业务抢占 同时方便日常的管理 以及后期的库容 我们推荐数据库购买RDS产品 这样整个数据库安全是有保障的 同时也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去运维 那面向中大型企业的话 我们是可以提供铜材铜层融栽的这个架构 这个铜层融栽在物理上 同一个地域下面 不同的可用区分别部署在不同的这个机房 同时不同可用区的ECS可挂载在相同一个SRB实际下进行负载均衡 进行流量分担 当主可用区不可用的时候 备用区的ECS可最大程度上确保当前业务的可持续性 同时多个可用区的这个RDS将数据库的主库和从库分别部署在不同的机房 当主库所在的机房不可用的时候 可以快速切换到从库所在的可用区 从而确保数据库的这个持续可用 那如果更大规模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同时我们阿里云提供异地溶灾的这个架构 这个异地溶灾其实我们是面向行业领先的企业 需要考虑异地溶灾中心的建设 基于阿里云 我们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异地溶灾 大大降低企业的成本 我们这里面所需要的一个三个产品 第一个就是云解孙DNS 这个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利用阿里云的云解析DNS进行域名的快速切换 将业务流量导向异地的这个在位中心 确保当前业务的这个可用性 DTS又来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呢 这个DTS可以实现异地之间的这个数据传输服务 保证数据库的可用性 以及数据的不丢失 实现这个数据的异地溶灾 高速通道是将不同的VPC之间的用户网络 实现四网IP的互通 形成一张逻辑的R3网络 方便用户对ECS实践分组 配置发布等等的这个统一管理 对于溶灾来讲 在云上的溶灾 我们主要是分为这三部分 但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客户 他们是又使用公务云 又使用自己的这个ITC机房 那是这样的这个溶灾 我们是应该如何保持的 这就是导致出现了我们这个同城 加异地溶灾的这个架构 对于这个大型企业而言 在业务安全性 用户可用性 以及数据靠性方面 既要求同城 又同城溶灾 又要求具有异地溶灾 可以采用这个此架构 这样的话 可以解决单机房故障 用同时也可以先硬的解决 关于地震灾难等面临的问题 不同地域之间 可以采用阿里云的高速通道 进行四网通信 保证数据库之间的这个数据实施同步 同时将数据传输延时降低到最低 故障发生的时候 可以通过前端的DNS进行秒记切换 快速的恢复自己的这个业务 OK 上面是我们主要是阐述公务云融灾的这个方面 接下来我们主要要给大家讲一下 关于混合云融灾的方案 对于混合云来说 这个阿里云提供的这个阿里云混合云方案 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上限周期短 第二栽备资源弹性 第三成本低 第四运为相对简单 这个我们我们做这个 混合云融灾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造云上的这个数据经济 开放经济以及生态经济 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混合云融灾的这个方案 第一我们区分这个混合云融灾 我们分为两种方案 第一是应用级融灾 第二是数据级融灾 对于应用级融灾的话 我们是将整个现有客户的服务器在云上有对应的服务器 存储在云上有对应的服务器以及镜像 同时将整体的应用配置在云上有相应的保存 对于数据应用服务的数据层面 包括数据库以及文件 我们定期备份并同布置云上 定期恢复至某一时刻的数据 使其保持 使其基本保持一个可用的状态 当应用可以从其他应用其他的服务器 可以快速从镜像的拉起 并按照预设配置形成整体的运行环境 这样呢就可以 我们可以快速在云端建立和云下同样规模的这个服务 保持这个整个整体这个服务可用 对于这个数据其实融灾 我们这个将数据以及数据服务器复制至云端 其实通过这样 数据可以较快以较快的速度 恢复至当前可用的状态 我们在对于混合运营灾 我们总结了这个四个点 第一是备份溶灾 我们可以快速建立起北地备份加异地溶灾的这种能力 确保业务能够抵抗逻辑错误和重大的灾害 其次我们的这个混合运营灾是安全可靠的 灾备的数据存储和传出链路是必须是防止泄漏 以及防止丢失 同时我们这个混合运营灾 同时满足经济行为的要求 云上的资源安需扩展 避免浪费 在管理方面 混合运营灾 统一灾备 具有统一灾备策略配置和监控平台 实时统计各项灾备数据和信息 保证这个管理的方便 我们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进入具体的这个环节 我们的混合运营灾服务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 混合运营灾服务是为主要是为了这个企业数据中心提供企业级应用的备份与容灾的一体化能力 它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解决的本地加上异地的这个备份 在数据中心本地备份当前所有服务的这个整机的镜像 以及数据库以及文件等 保证等重要数据的快速备份和恢复 同时这个将备份数据实时上传至阿里云 保证这个数据资产的安全 在同时第二个这个核心的能力是保持业务的这个持续性 这在数据中心发生故障以及长时间约维活动的时候 在阿里云上可以快速的这个恢复当前的这个应用 缩短应用停机的时间减少业务的损失 第三个核心的点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整个阿里云的容灾服务 将整机快速的迁移服务 快快速的迁移至阿里云的ECS 实现这种快速迁云的这个工作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整个火荷云溶灾的这个整体架构 我们火荷云溶灾的一体机 首先是将这个一体机部署在用户的这个数据中心 用通过这个自定域的策略 通过对用户的讯息物理机文件以及用数据进行备份以及恢复 同时根据这个备份的这个策略 将数据实时上传至云的灾备库 同时它也可以将云灾备库的这个数据备份拉回本地 通过火荷云溶灾服务的控制台 我们可以全面监控云上云下的备份 以及复制的服务状态 以及云上的资源消耗 同时我们可以安需部署我们的这个溶灾恢复网关 启动溶灾恢复的这个操作 溶灾的这个恢复网关 我们由这个可以将可以将这个服务器的备份镜像 直接恢复成ECS的实力 当云下这个网关恢复后 再将ECS数据备份出来 恢复到云下 就是我们的机器存放在用户的数据中心 将用户的镜像 服务器 虚拟机 物理机器 以及文件 以用数据库 统一的这个备份到云端 同时我们对于数据 具有重删压缩 以及加密的功能 我们接下来具体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核心能 混合运荣灾的核心能力 首先我们支持丰富的平台 我们支持物理集训集 以及各类的这个主流的凑系统 文件系统 以及应用的备份 容灾和迁移 同时我们备份容灾 通过混合运容灾 一体集省 我们在本地备份 备份上云 以及云上恢复 都是通过一个服务 来完成所有的这个功能 同时我们支持备份数据的AEI S256的加密 确保当前数据的安全 一体机经过阿里云高标准 验证稳定可耗 同时这个云灾被库 更有16个9的这个数据安全性 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服务器 都是从阿里集团 载购的几十万中 服务器专心筛选 并进行软件 软件加固 以及优化 来保证这个数据的安全稳定 同时 这个数据在本地经过全局的这个重删和压缩 极大的这个提高了有效的存储量 无论是全量还是增量的备份 上云的这个效率非常高 甚至我们可以通过不通不使用专线 通过公网 也可以上传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数据上云 接下来我们详细的讲一下我们的这个 混合云灾被一体机的具体的这个参数性的 所有的数据都是通过重删压缩 加密 在本地会有一份存量数据 然后将所有的这个数据上传到云端 这些所有的这个数据都是通过AES256进行加密 加密 并不 呃 用户不用担心被破解 所以说通过公网传输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一体机上 我们同时提供SARS加上RAID的这个本地存储 保证这个数据的这个存储的稳定性 同时 我们当面对大量这个数据 以及高可用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通过专线来保证这个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呃 我们所传输的这个数据仅仅是传输重删后的数据 保证每次的这个数据都是不需要每次都是传一个传全量的这个数据上云 同时保证这个数据的这个一致性 在啊 云端我们这个栽备库提供的这个16个9的这个数据可靠性保障 呃 通过OISS的这个海量空间 被分过期时间 也可以进行超长配置 呃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阿里云荣灾环境的安全体系 这个 我们通过云产品安全 云平台安全 以及云 这个这个租户的安全 等 多项来保证整个这个 这个 荣灾环境的安全 在流 呃 入侵防护方面 我们通过全量量监测 实现 实时的这个网络入信拦截 封堵恶意行为 通过安全室 自动进行木马后门的检测 呃 恶意进行的监测 保 实现攻击防护 以及保护主机的安全 通过所有的这个防护 https 化 然后以及部署globsign 我的这个 通配服证书 呃 实现 最好的这个兼容性 通过WARF 实现全方面的这个 这个保护应用的安全 防止应用安全的篡改 以及防止cycle的注入 对于跨站和数据 封控 同样以进行安全防护 在网络安全方面 我们使用这个 可以实现通过阿里云的 这个防护墙实现 基于虚积的微光离 以及 啊 anti-details的这个 功能 在 通过在弱点分析方面 我们这个云应用 呃 进行 会进行弱点分析 通过外部 进行漏洞扫描 防止这个员工信息的 这个监控 呃 同时我们提供安全管家 以及这个 这个态势感知等服务 所有的这个服务 结合在一起实现了 这个整个阿里云荣灾 环境的这个安全体系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云荣灾的这个具体实战 接下来我们有面临的一个客户 面临的一个情况 这个客户的这个情况是 客户在本地运用机房 这个核心服务器环境是一台物理的服务器 系统环境为一套业务系统 这个系统使用的是Windows Server 08 企业版 当前的业务环境为 使用OA IE数据库等应用服务 数据库是Sycle Server 08版 呃 当前的这个网络环境是 互联网500兆的贷款 呃 需要荣灾服务的这个数据量在1.8T左右 其中OA数据库为39.2G IE数据库为10.7G 当前客户面临的荣灾问题 主要是集中为三点 第一点是 上午本地备份 无法抵抗误删除病毒侵入 黑客攻击等罗性错误 核心盘损坏的故障 第二 尚无异地溶灾 业务连续性无法保证 而且在重大灾害下面 不能完全保证数据的安全 同时在对于核心业务并没有备份 这样的话 出现故障情况 无法避免客户数据的丢失 而我们根据客户所现有的这个技术架构 以及 所面临的这个荣灾核心问题方面 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这个方案的架构 我们在客户的这个数据中心 部署 混合云灾备一体机 通过这个灾备的agent 抓取相应的备份的数据 然后再通过混合云一体机进行数据的重删压缩以及加密 基于策略将备份数据上传至云端 然后在云端通过云灾备恢复网关 将客户的这个应用系统通过ECS恢复出来 让客户具有一个云上的相应的跟和于本地相同的环境 这样就可以保证现现有的这个数据完完整整的备份到云端 同时当增量数据出现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混合云灾备的一体机 将所有的现有的这个增量上传至云端 保证这个数据安全可靠以及不丢失 接下来是我们整个这个架构的这个详细解释 我们在客户的这个机房部署 HDR1000的这个混合云灾备一体机 它在一体机本身含有8T的本体存储 同时以一个节点的授权 做到用于做到本地的这个数据备份 以及数据的同步上云 本地的这个数据可以快速的进行这个恢复 当前的出现的逻辑错误 将这个客户的IDC与阿里云的这个数据中心 建立这个异地的荣灾 可以对抗服务器的故障 以及机房的这个重大灾害 在阿里云上部署5TB的这个云灾备库 可以应对当前客户所提出的荣灾需求 以及也可以满足后期的这个 当数据增大的时候的弹性扩荣 在荣灾配置方面 我们主要是分四点 第一点是业务服务器通过整机备份同步上云 并在故障发生的时候可以为整机 可以快速的为整机 恢复整机为云的服务器 然后云数据库Sycle Server进行双周全倍 每天增量恢复策略 满足一小时RPO 以及三小时RTO 待整机恢复后进行恢复到云单服务器中 平时云上也可以通过用于恢复演练 但在那发生时 文件Sycle Server也可以用于本地的这个恢复 整机和业务数据库等可以通过云上恢复出来 一般的这个业务数据 我们采用文件备份 数据库备份 以及整部备份同步上云 在线下出现故障的时候才需要恢复 平时不需要恢复出来 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的费用 在这个整个安全保护数据的这个保障方面 栽被的这个数据采用的这个AES256的加密 在整个数据存储 与传输链中不解密 密要由用户当保管 然后我们在本地 我们使用本地位份加一地荣灾的方式 同时具备本地的快速恢复能力 以及云上的荣灾能力 具备国家等保四级以上的水平 在云灾被库我们具备16.9的这个安全可靠性 保证数据的这个安全可靠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几个企业在混合云荣灾中的相对的这个详细的案例 当前当当前为江南某某制造企 杭州的制造企业他们的这个需求是云备份 他们具有三个业务中心 50TB的网站与电商合金数据 同时包含20个Oracle数据库大量的这个专属文件 因为它是一个设计公司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专属设计文件 对于他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资产 我们当前提供的这个方案是数据库本地加上云双备份确保 可以快速的恢复数据 同时文件直接加密备份上云 通过这个当前的一体机的这个传输 确保了整个的这个加密文件的这个数据的安全 以及将这个所有的Oracle的数据备份上云 当这个本地出现故障的时候 在恢复之后可以快速的这个通过一体机 将所有的Oracle数据快速恢复出来 第二个案例是企业数据融栽的案例 某国有化工大型企业 他们的需求是云备份以及融栽 当前客户的环境是Wizfair 6.5的环境 20TB的核心数据 包括办公系统 SAP系统的云备份以及人容灾 同时客户需要进行五套系统的云容灾 以及其他系统的人被份 包含Oracle数据库办公文件以及客户信息等 然后需要 我们提供的相应的方案就是 我们同样提供混云一体机的方案 将客户所有的这个核心业务做系统净向的备份 Psycho Server以及Oracle做备份 同时对于文件系统进行备份 这样的话 通过混云一体机 同时备份到云端之后 第一我们可以保证 使用ECS形式 快速的恢复出核心业务的这个讯息 实现这个业务的这个一体备份 再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这个数据上传到云端 实现云端的这个数据的备份 同时在混合云一体机中 也有一份本地备份 当业务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混合云一体机 快速的恢复 把数据恢复到当前 客户本地的IDC的环境中 实现保证数据业务的连续性 以及数据的不丢失 所有的这个数据 都是经过重删压缩以及加密进行上传的 然后我们在杭州自有的RAC到青岛 阿里云青岛机房之间 建立了这个高松到的专线 来确保数据传输的这个稳定性 下面这一个案例 是我们国内领先的这个建筑设计企业上市公司 他们的这个需求是云备份 以及云融栽的这个业务需求 他们使用Natalix的这个超融合系统架构 实现系统架构 然后需要实现整个15个Syco Server 以及数据库 以及2TB的用户设计文件 以及60台超融合迅机的整体备份 同时他们客户需要四套的核心系统的云融栽 我们在客户的这个 同样在客户的系统中 IPC中部署混合运一体机 使用2200兆的这个公网 与阿里的这个阿里公共云的region进行打通 将客户的这个核心业务虚拟机 做操作系统形象备份 Syco Server的备份 将客户一般的这个业务的虚拟机 通过VSphere的原生镜像进行备份 在对于客户的这个存储型的这个讯息 我们进行文件系统的备份 通过混合运再备一体机 将所有的这个系统备份到云端 以通过ECS的形式 将客户的核心业务的讯息 以及一般业务的讯息 快速在云端进行恢复 同时当客户IDC业务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同快速的通过混合运再备一体机 进行快速的这个数据的恢复 当前的这个镜像 我们可以存储在混合运再备一体机 也可以存储在同时 同时存储在混合运再备一体机 以及阿里云的云再备库里面 这样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优先的从混合运再备一体机 快速恢复当前的系统业务 以及系统数据 保证当前系统的这个 连续性及稳定性 因为整个的这个混合运再备 在医疗影像数据方面的需求非常旺盛 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我们阿里云在医疗数据 数据的栽培上所做到的这个相应的案例 当前的医院 基本都使用PAX系统来进行这个这个胶片 因为当前医院的这个IDC的这个规模有限 以及这个数据规模有限的情况下 所以说很多医院都希望建立一个云端的这个备份的这个备份库 将所有的这个胶片 以及挥诊等所有的这个资料 在云端进行备份 所以说面向面对这个医院的这个需求 我们同意实现混合运存储 保证院内本地存储 加上云端存储 同时满足院内PAX系统对于硬件性的这个要求 又能将影像数据备份上云 又能做同时做到性能以及备份的这个同时兼顾 同时又具备的较高的这个进行效益 其次是我们可以建立云端的这个影像应用系统 便于互联网化的场景应用 以及包括移动跃片 远程会诊 电子胶片等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大大的这个这个这个减轻医院 在荣灾以及IT存储方面的这个资金的负担 同时在云端开展业务 又可以帮助医院实现这个这个业务的互联网化 提升新的业务点 对于这个荣灾 荣灾以及备份 另外的一个需求点 就是关于视频数据的这个荣灾 不管是公安的数据 包括酒店 包括火车站 包括机场 包括商场 都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 那这很多摄像头每天都会产生很多的这个视频数据 那这些视频数据 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 以及最是是最经济 以及最合适的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混合云荣灾 进行当前的这个视频云的这个备份 以及荣灾 对于主要是面向 对于现有的这个大量视频的数据占有本地的存储 导致存储资源紧张 同时我们又要对大量的这个数据进行分析 为安保提供辅助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采用 混合云栽培的这个方式 通过 混合云栽培一体机 将所有的这个数据备份上云 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减轻我们当前本地的这个存储资源 同时我们又可以利用云端这个存储的这个弹性来存储更多的这个数据 从而为下一步的我们这个进行视频数据分析提供帮助 因为越多的这个数据分析就会导致这个数据分析的越准确 就可以为我们当前的这个公安安保体重更多的这个辅助作用 这个其实是会带来更多的这个经济效率以及安全效率 所以说面向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推荐通过混合云栽培将数据备份上云 然后保证这个这个这个视频的这个数据的安全以及稳定 我们本次培训主要讲解为公共云的这个栽培 以及混合云的栽培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